美国达拉斯因为接连几天降大雪 许多店家和机构无法营业 公车巴士站也因为交通瘫痪被迫停摆 天寒地冻中 旅客只能在巴士站受困了好几天就地睡觉 骑志工接获消息之后 赶紧送来了毛毯 请警察爱的接力送给旅客 巴士站受困旅客累的只能就地睡觉 连续几天的大雪巴士暂停服务 受困旅客甚至就在站里头待了长达五天时间 红枪没有洗脚 除了冰冰查一下也是有的 但是冰衣服可能有的 所以你们这个单位 从我们取决这个单位 就是救援 救援 光救援 深夜零下11度的天气 受困巴士站的旅客怎么受得了 慈激志工赶到现场了解大家的状况与需求 也赶紧准备了16箱的毛毯 在杰勒宾的人行道上搬运 有警察爱的接力帮忙送到大家手中 天寒地冻 慈激人送来的毛毯 暖了身子 更温暖人心 大约新闻 真正美志工 吴怡轩 吴鹏飞 美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